本國多個省份今天重開 劃進一部取消口罩令和疫苗護照等防疫政策 龐希倫報導 雅省今日取消校內口罩令 在課室或校巴上無需戴口罩 省府更告知教育廳無權推翻該指令 引發部分學生罷貨抗議 認為校內安全受到威脅 下省即日起取消自去年10月實施的疫苗護照系統 民眾出入商業場所亦無需出示新冠測試陰性證明 省內其餘防疫政策月底亦將取消 介紹身外公共場所無需戴口罩 確診者亦無需自我隔離 案省今日亦宣布3月1日取消疫苗證明要求 另外灰省健身房及美容院等場所 今日限制五成人流重開 但體育賽事要等到月底才恢復 市局沙省今日亦放寬限聚令 及餐飲業人流等部分限制 購物中心取消人流限制 是三部重開中的第一部 省府同時宣布取消對國內旅客的入省限制 牛賓市域省這個星期五 亦計劃取消大部分商業的人流限制 並放寬限聚令